大家好,欢迎来到视频版的房格说房 再次感谢和安家欧洲合作 跟大家继续分享澳大利亚真实的信息 我现在身处的是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 我的左侧就是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库克船长 那么右侧就是澳洲的最大的博物馆 我们公司在旁边,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好 摄像头的背后是圣玛利亚大教堂 一会儿拍摄应该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是关于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小小的状况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带我孩子去玩BMX的小轮车 在这种坡道上滑行的这种地方 他玩我自己一个人无聊 我就尝试的第一次去滑行他的滑板车 但是非常的倒霉 因为200多斤的体重 控制的又不好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孩子 我想避让 这个不幸就摔倒在了路边 然后造成了脑门撞了一个大口子 然后缝了六针 这个右侧的勒鼓也摔淡了两根 但是经过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体验了澳洲的医疗系统 非常讨厌 周围的苍蝇很多 但是这就是这种真实的感觉 说起到这儿想到当时我们去 Illis Spring就是那个大红石走了一圈十公里 我们戴的那种帽子就是可以戴着那种防苍蝇的那种 叙蓄子 然后一路走一路苍蝇就在你脸边 澳大利亚的户外就是这个样子 说回来我的这个意外呢 当时摔了之后血流不止 我拿衣服去堵也堵不住 但是旁边有马上有这种热心的西方人 他看见了之后 招呼他的爱人拿到了这个急救箱 过来给我包扎 当时给我包扎非常的专业 那个时候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儿子 他看到爸爸这样子 他也第一时间是发懵的状态 但是他看见我没有东西去挡住这个伤口 他直接就把自己的衣服脱掉 光着机背 站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 他也不敢说话 因为他已经吓了 害怕了 那么这个本地的人呢 他的名字叫Ben 我后来才得知到他会来去西安旅行 到了明年一月份的时候 我想我一定会好好的感谢他 他开着我的车 他的妻子在开着自己的车 全家把我送到了旁边的这个医院 那个医院的名字叫做 North Shore Beach Hospital 是一家新开的医院 当时我去了之后呢 澳大利亚的急诊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谁先到医院 谁来先救治 一定是看谁的情况比较紧急 谁先看 当时我的半身全都是血 所以医生第一个安排我去先见护士 护士非常负责 问我有没有任何的头晕 呕吐 给我吃了这个止疼药 我以为这个漫长的等待就开始了 因为注册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很长时间等待 但是没想到五分钟 我就被医生叫到了这个 这个急诊室里面 医生看了之后呢 就决定当时一定要缝针 而且呢 他给我马上安排了这个CT 还有B超 那么他去看我的这个X光 我的肋骨有没有断裂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问我关于费用的这个情况 医生呢 很快速的给我缝了六针 但是他摸我的头骨有一些软 然后他就征求了他的医生上级领导说 需不需要做一个这个X光 那么后来呢 也确认我的颅骨是没有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整个的缝制之后的等待周期 医院安排去我去一个非常安静 舒适的一个等候区 确认我在未来三个四小时 没有任何的呕吐或大脑受损的这种情况 而且医生不断的给我说 哎你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呀 喝点茶呀 床很舒服 甚至我当时都睡着了 但是不断的会有医生 我最少有见了六拨的护士和医生问我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反复跟我确认我的名字 我觉得这种的关怀是非常难得的 也让我体会到了我平常的纳税是有用的 我平常我不知道因为澳大利亚说实话 它的这个城市建设或者说是物质条件发展速度不如中国 那么我每一年交纳的这么高的税金 到底用在了什么 那么今天我才体会到我原来我所有的救治 医院不会花一分钱 那么就相当于是我的孩子也不会在上学当中有任何的费用 这就是帮助我解决了最重要的这个 这个生存的这个两大的后顾之忧 所以我的心态在我的工作当中就不会那么的急切 那么体会到了澳大利亚的医疗在出院的时候 他还给了我一张单子 就说如果你的家人发现你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第一时间就要去JP安排我拆线 要不然就是赶紧再回到医院去检查 所以整个的过程让我非常的感谢 不光是感受到了陌生人对我的一个救助 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 然后呢以及整个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 让我非常的暖心 所以我觉得也许有时候生活没有像中国那么的丰富 但是就像我在昨天的朋友圈当中也说到了 我来到澳大利亚来到悉尼 才真正找回了生活本该有的颜色 OK这期的分享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房哥说房的视频版Vlog 也希望大家继续持续支持安家澳洲这么一个栏目 感兴趣的朋友请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